2019年,湖南新婚九个月,男子想不开上吊自杀,死后公婆居然不通知新娘,匆忙将儿子遗体火化,甚至绝情地签署不要骨灰的证明。 有家不能回的儿媳妇,连丈夫的骨灰在哪都不知道。 无奈之下,只能找公婆讨要说法,谁知公婆却反过来责怪儿媳,欺人太甚。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绝情的父母?小伙自杀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2019年2月,陈瑶跟男友姚鹏步入了婚姻殿堂,谁都没想到,这对金童玉女结婚不过九个月的时间一向开朗的姚鹏居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推开门看到上吊的丈夫,陈瑶当时都梦了,当时第一想法就是给公婆打电话求助,没想到公婆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最终颤巍巍地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得知女儿的遭遇后,担心女儿伤心过度,陈妈妈当即要求女儿回家,生怕女儿追随女婿而去。 在母亲的安慰下,陈瑶渐渐地走出了失去丈夫的悲痛,一想到年幼的儿子,陈瑶决定将生活继续下去。 结果再次走回家的陈瑶,却对自己的新婚房子感到无比的陌生,属于姚鹏的东西,全部被公婆给扔掉了。 而两人的结婚照也全部不见踪影。 眼看着昔日幸福的小家,如今面目全非,而且公婆的态度十分冷漠,待不下去的陈瑶,只能打到回府,回到娘家继续疗伤。 却没想到,在娘家的日子也不能安生,姚家人三天两头找到陈瑶,每次也不多说,就是让陈瑶签字,以为要为丈夫处理身后事,陈瑶忍着悲伤,颤抖着手,签下自己的名字。 却没想到,自己签下的字,最后却成为了悲伤的源头。 每次找陈瑶签字后,姚家人态度都十分的冷漠,签完字就走,对于孙子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愿意看一眼。 体谅公婆白发人送黑发人,陈瑶不敢多问,但忍了几次,陈瑶还是忍不住询问姚鹏的葬礼操办的怎么样了。 但是,陈瑶等来的都是姚家人的沉默,如此反常的态度,就算是陈瑶再怎么迟钝,也明白其中肯定有事瞒着自己。 从公婆嘴里无法得知真相,陈瑶干脆跑到了殡仪馆了解情况。 怎么也没想到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回答让陈瑶知道了,这个世界真的有冷血无情的父母。 当陈瑶找到殡仪馆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份合同,上面有公婆的签字,确认了同意火化并且放弃任领骨灰。 陈瑶怎么也想不通姚鹏是姚家父母的独子,公婆怎么忍心不要儿子的骨灰。 联想到,姚鹏在自杀前一天,刚刚回了一趟父母家里,陈瑶不禁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难道丈夫姚鹏去世跟自己的公婆有关系? 湖南新婚九个月,男子想不开上吊自杀,死后公婆匆忙将儿子火化,甚至绝情地签署不要骨灰的证明。 儿媳上门要说法,公婆却反过来指责儿媳,欺人太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找回丈夫的骨灰,陈瑶在记者的带领下,再次来到殡仪馆,结果工作人员却告知,在姚家签署完放弃骨灰证明后,骨灰已经被特殊处理了。 这也就意味着,陈瑶无法将丈夫的骨灰领回家。 面对如此绝情的公婆,陈瑶还是决定找公婆讨个说法,并且解决一下儿子的抚养问题。 很快,在记者的帮助下,姚鹏的母亲沈红霞来到了约定好的地点。 可是,沈红霞见到儿媳没有半点心虚,反而眼神中充满了恨意。 看出沈红霞态度有问题,记者连忙询问原因,不料却从沈红霞口中得知了一个出人预料的消息。 沈红霞告诉记者,姚鹏就是被陈瑶给逼死的,陈瑶就是典型的七管炎,而且心思特别的歹毒。 当时第一个发现姚鹏上吊自杀的人,就是儿媳妇陈瑶。 可是陈瑶居然将姚鹏的尸体放在地上,然后一个人抱着孩子跑了,不仅没找公婆商量,连一个急救电话都没打。 要知道,两人才结婚九个月,正是秘里调油的时候,陈瑶这么做,简直太残忍了。 面对婆婆的控诉,陈瑶也是委屈得不得了。 陈瑶解释,自己在发现姚鹏自杀后,第一反应就是梦了,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 而且联系不上公婆,只能给亲妈打电话,听从亲妈的建议,将丈夫从绳上抱下来,因为太害怕,才会回娘家赞助。 对于陈瑶的解释,沈红霞根本无法接受。 提及儿子姚鹏的时候,沈红霞红了眼眶。 据沈红霞说,姚鹏跟陈瑶本是初中同学,毕业后各奔东西。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同学聚会上重遇,随后陷入了爱河。 本来对于这段婚姻,姚家还是很看好的。 但接下来的事情,让姚家人有心无力。 姚鹏跟陈瑶交往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陈瑶就意外怀孕了。 为了对陈瑶负责,姚鹏就跟家里人商量结婚。 出身农村的姚家人,为了迎娶新媳妇,不仅花费了58万,给小两口购置新房, 还欠了20万外债筹备婚礼,一心想着让小两口婚后生活轻松一点。 结果,陈瑶控制欲极强,婚后不仅不让姚鹏出去工作, 还不允许姚鹏有婚前的基本社交,在家里不仅要给陈瑶洗衣做饭, 还不让玩手机,为此两人经常吵架。 可以说,姚鹏的生活比上门女婿还不如,做什么事都要看陈瑶的脸色。 最让姚家人忍受不了的,是在儿子去世后翻看了儿子的手机。 结婚的时候,姚家人花了大价钱,结果儿子婚后的生活一点不轻松, 三张银行卡上余额加在一起,不到15元钱。 看到儿子的余额,姚家人彻底崩溃。 因为两人结婚后,姚鹏无法出门工作, 但陈瑶却说家里大的支出不用操心,只让姚鹏交电费。 这也是最扎心的疑点,因为没钱,也不好意思找父母要钱, 姚鹏只能每次三块两块的交电费, 这么捉襟见肘的生活,你受得了吗? 湖南新婚九个月,男子想不开上吊自杀, 死后公婆匆忙将儿子火化,甚至绝情地签署,不要骨灰的证明。 儿媳上门要说法,公婆却反过来指责儿媳把儿子逼死, 应该负全责,究竟男子之死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个自杀的男子,自从结婚之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而且在看望完父母第二天,就选择了上吊自杀。 面对这个结果,妻子陈瑶怀疑公婆说了什么, 让丈夫姚鹏想不开。 在陈瑶的印象中,丈夫姚鹏是一个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的老实人,所以结婚后, 陈瑶承担了大部分家庭责任, 让姚鹏做了一名家庭主夫, 以免丈夫在外受打击。 陈瑶的说法,却无法得到公婆的认可, 毕竟两人结婚后,就因为经济问题时常吵架, 姚鹏更是在婚后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 摔碎了三部手机。 而且在姚家人的观念里, 一个大小伙子就应该在外奋斗, 整天躺在家里, 像什么样子。 就在姚鹏自杀当天, 身上的钱加起来不足十五元, 这还是三张银行卡的总和, 而且手机再次摔碎了屏幕。 很明显, 在案发之前, 陈瑶刚跟姚鹏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因为双方的说法都无法得到证实, 记者特意联系了姚鹏的朋友们, 希望得到一个答案, 结果所有的朋友口径一致, 自从姚鹏结婚后, 就再也没出门聚过, 就算是特意打电话叫他, 也没出来过。 在所有人的眼中, 姚鹏就是典型的妻管妍, 而陈瑶就是那个霸道的妍妻。 姚鹏为何自杀, 如今已经无法知道真相, 但摆在姚鹏身上的难题, 却是一目了然, 霸道的妻子和父母带来的自卑感, 都让姚鹏走上了绝路。 如今姚鹏已经去世, 当务之急事处理身后事, 讨论如何抚养孙子。 对于这个孙子, 姚家人感情特别的复杂, 这个孩子既是姚鹏生命的延续, 同时也会让姚家人想到, 对儿子置之不理的儿媳陈瑶。 于是, 姚家人认为, 姚鹏去世后, 陈瑶置之不理, 很明显, 陈瑶亲缘淡薄, 根本没有一个做妻子做母亲的自觉, 那就让陈瑶独自抚养孩子, 让她也尝一尝当妈的苦。 用这种方式惩罚陈瑶, 为姚鹏赎罪。 对此, 陈瑶并不认可, 陈瑶以自己没有固定工作, 无法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要求姚家人拿钱抚养。 但姚家人坚决不肯, 毕竟, 结婚的时候, 已经花费了58万, 还欠了20万外债没还, 也没钱帮陈瑶养孩子。 于是, 陈瑶就提出, 可以卖掉姚鹏买的车子, 这样把钱分一分, 暂时能结眼前的养育困境。 对此, 姚家人坚决不肯, 直接拿走了姚鹏的车钥匙。 姚家人认为, 房子和车子都是婚前置办, 应该属于姚家, 陈瑶没全力奋以卑庚。 双方各执一词, 且闹得不可开交, 为了自己应得的权利, 陈瑶只能请来村委会帮忙。 可姚家的问题, 不光是家庭矛盾, 还牵涉到一条人命。 最终村委会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共同抚养孩子, 二是陈瑶作为母亲, 是第一监护人, 陈瑶独自抚养, 孩子跟姚家再无关系。 谁知, 姚家人想都没想, 就决定不要孩子, 把抚养权交到陈瑶手里。 看着如此绝情的公婆, 陈瑶无可奈何, 最终还是决定对簿公堂, 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 看着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留下的只有伤痛, 到最后没有人是全身而退, 看到如此闹剧, 不知道已经去往天堂的姚鹏, 做何感想。